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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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官花藤本植物 非常的好养 古代就有栽培这个紫藤花的这个爱好 常用于 竹畔 池边 甲山 石房等处 非常具有辨识度 风格独特 飘香腾 花形式喇叭花 飘香腾 常用于庭院的篱笆 搭棚架 让它攀塔于篱笆 棚架上 非常容易的开爆 开爆花的时候 特别的热眼 非常的漂亮 而且飘香腾 而且飘香腾非常的好养 是攀腾植物中 网红 之一 夜兰花 能攀腾 能开花 而且花可以食用 夜兰花的花 煮汤或者水煮青草都可以 所以作为平愿攀塔植物 开花的时候 然后盖花的季节 就可以采摘花来食用 非常不错的 平愿攀塔植物